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10月16号,一起共读一本新书,名字叫做《能断金刚》,副标题是超凡的经营智慧 如果对财富感兴趣的话,就是这本书绝对不能错过 它还是讲财富相关的内容,而且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人生智慧 作者是麦克·罗奇·格西,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商人 他和别人创办的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钻石珠宝公司之一 同时他还在佛学方面获得了格西学位,可以理解成就相当于是佛学大师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他是如何把佛学当中学到的东西用在了生意上 这本书就会讲到这些内容 首先作者在序言里面就说到了,冥想以及像是金刚经这类的典籍 是可以让商人获得更大的成功的 那也像刚才说的,作者提取了金刚经当中的智慧 并把它用在生意上 然后他开始把他的这套方法 好像是举办了一些学院之类的,传授给了更多的人 他在世界各地传授这样的方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发现中国人对金刚经的成功法则领悟的是最快的 所以这本书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去读的 金刚经理就告诉我们成功是来源于我们意识里种下的种子 运用金刚经不仅可以获得更大的外在成功 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加平静的内心 其实整本书总结下来就是三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就是生意应当是成功的 也就是应该是能够赚到钱的 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应当享受金钱 也就是说我们在赚钱的同时应当学会如何保持身心的健康 可能就会有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去牺牲了一些健康 比如说熬夜加班之类的 第三个原则就是当我们生意做完后回首往事之时 能够坦诚的说那些年的生意做的是有意义的 整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 分别是目标一到三 目标一是创造财富 目标二是享受财富 治理身心 目标三是回首人生无怨无悔 首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创造财富的 首先他讲到了智慧从何而来 作者简单介绍了一下金刚经的内容 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最早有年代记载的印刷书籍 上面记录的是佛陀2500多年前传授的一些教法 金刚经的智慧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因为它可能读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可能还需要有一个帮助理解的过程 这本书引用的都是金刚经当中的原文 下一个小节就讲了金刚经这个书名的意义 首先就是金刚在藏传佛教中代表了一切事物所蕴含的潜能 这个潜能通常也就被称作空性 一切事物当中都隐藏着潜能 这些潜能从三个重要方面讲类似于一颗钻石 那首先钻石是最接近完全纯净的物质 完全无色的钻石是被评作第一级的钻石 那这样完全纯净的东西很像是人的潜能 因为它非常难被发现 金刚经就可以教会人们如何看见这些潜能 也就是发现这些潜能 第二个方面就是钻石是宇宙当中最坚硬的物质 第三个方面就是钻石的原子组成也十分的简单 组成钻石的碳和铅笔中的石墨的碳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作者讲到了为什么这本书叫做能断金刚 能断金刚的意思就是超过金刚的意思 比金刚还要更加终极的潜能 这本书很多的理念都是从金刚经里提炼出来的 那金刚经又是怎么来的呢 金刚经是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 那有一位西达多的王子悟出了一些道理 那他就把他悟出的智慧和道理传授给了其他人 于是他就变有了非常多的追随者 就是我们说的释迦摩尼 其中一位弟子就把他的话给记录了下来 就写成了这部金刚经 再往下一个小节讲的就是万物的潜能 那在这一小节里可能讲的东西就比较深奥了 可能我不能完全准确的传达作者的意思 其中他说到比如说金刚经这本书 你可以称这本书为一本书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本书 正是因为它从来就不可能是一本书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一件东西没有被定性的话 它就有拥有无尽的可能 就是一个空性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空的杯子 你往杯子里倒一瓶葡萄酒 那这个杯子就是一杯葡萄酒 但是如果这个杯子是空的的话 它就是可以是任何东西 当你倒入一瓶雪碧 它就是雪碧 当你倒入可乐是一个可乐 我的理解空性就是这样子 可能也是最浅层的理解 作者其实也在书里说了 空性的含义就是事物有不同的可能性 所有特性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看待它 这就是事物隐藏的潜能 如果我们抛开人们的不同视角 一件事情本身是没有 没有它的特性的 不会是好事也不会是坏事 比如说一场比赛A赢了B 那从A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件好事 那从输掉比赛的B来看这场比赛可能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说抛开人们不同的视角 那么事件本身是中性的 或者是空白的 空的简而言之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它所隐藏的终极的潜能 那金刚经说到的这些又和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的潜能又何以成为我们生活和事业成功的关键呢 我们又要必须了解潜能背后的运作规则 后面的内容我简单的看了一下 其实是没有读懂的 看一下明天能不能看懂 读过了之后我会继续做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 感谢观看